男嘉宾田先生 38岁来自四川个体 女嘉宾董女士 28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说有身孕是吗 几个月了 才刚刚怀上一个多月 你坐一下好不好 可以 谢谢 先弄个凳子坐好不好 来 工作人员拿一个凳子来 马上坐着吧 谢谢 结婚几年 结婚三年了 谈恋爱呢 我们谈了两年 咋一脸不高兴啊 因为他老是在家里面怀疑我们 自从结婚以后嘛 也没有让他在外面去上班 然后我自己在外面做生意 每天忙得焦头烂尔的 回到家里面还要面对他 这种无羞耻的怀疑 质问 就是问你 你在外面是不是又跟哪个女的在一起 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一些事情 有没有 没有啊 怎么老这样啊 你觉得他嫌弃你啊 其实是我要来的 我觉得我跟他的生活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过不下去的感觉 你说说是怎么个复杂法 我跟我老公从一二年就认识了 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当时他正在创业初期 那个时候虽然艰苦 但是他非常上进 懂得也比我多 因为我刚出社会嘛 我对他也是比较崇拜的 我觉得跟着他肯定会很幸福的 所以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就顺其自然地结婚了 但是这两年来 他的生意稳定了以后 回家就越来越晚了 而且对我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 几点回家 都是十二年以后 也不关心你了 对 你是在家里 但是在外面忙嘛 确实外面有时候陪客户聊天啊 吃饭啊 谈事情的 因为你也知道在外面有十几家店啊 有些很多客户要去维护啊 你就不能 做什么生意啊 服装生意 多少家店 有十几家吧 因为他工作生意比较稳定了以后 我就没有上班的嘛 我就觉得我在家里闲得慌啊 就经常给我找一些事做 然后别人请他就喝喝茶呀什么的 他就要请别人吃个饭 而且非在家里请 通常都是一个电话就打过来 晚上我们六点钟 有十个人要过来吃饭 你赶紧去菜场买菜 每次这样都不跟我商量 像命令奴隶 命令那个保姆一样的 你觉得他不尊重是吧 对 每次在家里本来休息都好好的 还要顶着大太阳跑去菜市场 你知道十几个人的菜 大包小包的 他也不提前回来帮我个忙 你可以打第一啊 那我好不容易弄到家里面 在厨房里面忙两三个小时 你都不进来帮我一下呢 请别人到家里面来 你自己把别人晾在一边 这样对别人感觉也不好啊 你再说你这厨房里面 要是忙不过来 你可以说一声呢 也可以帮帮忙啊 也不是说不帮忙啊 这个是经常吗 对啊 就是在你们家里面 请客户是一个常态化的事 是这意思吧 隔几天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客人走了以后 他也不帮我收拾啊 我每次都要一个人 收拾到半夜 才能够把它收拾干净 真的是很累很辛苦的 你也知道辛苦 我在外面 我把朋友客户 请到外面酒店里面去吃饭 你又不放心 你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就再打过来 然后搞得我在朋友面前 一点面子都没有 那至少朋友请回去 你要给人家介绍一下呀 你是不是就觉得 我现在长胖了呀 形象不好 给你丢人的吗 他有一个朋友 我在厨房里面 正在做饭嘛 他看我一个人在忙 他竟然跑过来 问我是不是他们家保姆 你说当时 作为一个老婆的话 被朋友取消成保姆 你觉得我心情很好吗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只有跟他说 你开玩笑吧 我长得像保姆嘛 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而且我请别人 在家里面来吃饭 之前也跟别人打了招呼的 我跟他们讲 我说家里面就我老婆 一个人在家 然后老婆做菜都蛮好吃的 到家里面去 吃吃家常菜 感觉也蛮好的 我特好奇就是 他们客户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你上桌吗 我经常在厨房里面忙啊 而且人又多 一桌子都坐不下嘛 我哪有机会去出去了 那他有叫过你说 老婆过来跟大家喝杯酒吗 他从来都不会的 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他在家里面 也不化化妆啊 然后自己平时在家里面 要么就玩手机 要么就看一些泡沫剧 要么就在家里面睡懒觉 就不失进取的那种 肚子饿了呢 自己也不在家里面做做饭 总是在外面买些 什么垃圾食品 什么方便面啊 什么饼干之类的 然后长得这么胖 他总是挑剔我这 挑剔我辣的嘛 你确实是嫌弃他胖 我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也怀了宝宝嘛 胖了对孩子 这个身体也不好嘛 对自己身体健康也不好嘛 我就是提醒他一下 可以在外面去锻炼一下呀 或者说公园里面去走一走啊 心情也好一点嘛 然后这个也注意一下 形象问题嘛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